好,那現在呢,我繼續就把他的元件裝回去 這個內套,他的內燃燒的隔網 那這個是外隔網 那就照順序的把它放回去 那這個防風罩也是可以做隔網的 那我們要點燃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用著這個點火棒 然後呢,沾一些沒有 這個點火棒沾一些沒有 然後再把它點燃 那我們在點的時候,我們先把這個燈芯升到最高 好,那現在點燃了 那我們就在裡面,到裡面去把它這樣 把所謂的燈芯給它點一次,讓它燃燒 一吹,它就熄掉了 這個點火棒就熄掉了 那它現在是一個點燃的狀態 那點燃了以後 像這樣子有紅火上來的,這個就表示燈芯升得太高 那燃燒的不怎麼完全 那等一下咧,它裡面的燃燒器的溫度上來以後 它就是可以溫度又更高 可以把這個燃燒得更完全 把火燒得更完全 那火就會變成是一個藍色的 要接近藍色的一個火 那它現在,你看 它比較有一點溫度上來 但是,裡面還有一個燈芯 它沒有點燃 沒有完全的點燃 好 那就這樣子讓它做一個小小的預熱的動作 那它預熱好以後 火才會漂亮 那裡面會變成通紅 現在它裡面有那個 已經有藍色的光了 藍色的光 有藍色的光 那個火啦 是藍色的 所以 一個藍色的火呢 表示它燃燒得比較完全 那現在因為剛點 它整個爐體 還沒有什麼溫度 它等一下 有一些熱度 會往下 透過這個綿芯的支柱 往下 然後去 讓下面的油斧 它溫度更高 那裡面的煤油 它就是比較能夠容易的揮花 容易的揮花 那就會燒得更漂亮 更漂亮 好 那現在它的那個 藍色的火 也一直上來了 一直上來了 那 這個是它的爐架的部分 爐架的部分 那我把它弄上來以後 這個就可以煮東西 鍋子小的我們就放這樣 鍋子比較大的 我們就把它翻過來 就這樣子 那它現在呢 同樣的一個爐心的一個高度 你看 那現在燃燒的 溫度比剛才高 所以它的火苗又會更高 那我們 不要這麼高 那因為你這麼高 那個火苗上面是紅的 那個容易讓你的鍋底 產生黑莓煙 黑莓煙 那它現在呢 這個已經是燃燒的 那比較算起來是完全的 完全的 那 那我 我 這一次呢 我發現到 那我就利用這個爐 然後呢 加上 另外買的這個 取暖器 取暖器 那 我呢 就把這個取暖器 取暖罩 就把它放在它的上面 放在它的上面 這樣下來 然後呢 火大一點 火讓它高一點 這樣就可以取暖了 那個取暖的當中上面 我們可以放 這個 小的那個茶壺 也可以在這裡燒開水 就可以在這裡燒開水 邊喝熱開水 或者是 泡茶都可以 這樣 好 這個就是可以把它煎暖爐來用 但是 我試過啦 你要讓它裡面的這個燃燒的那個牆壁 都可以熱紅 這種爐比較不可能 它的火力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但是 也是 有暖氣 有熱氣 可以透過 它 這個取暖罩 可以出來這樣 好 那 這種爐子 那我們如果要把它熄火的話 那我們呢 就直接 在 把這個開關調整鈕 把它轉到最底 轉到最底 讓它自動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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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那 還有一個 就是說 在使用當中 因為 這個 你看喔 這個火現在是跑這一邊 那 我呢 這個稍微給它調整一下 外框的這個防風罩 稍微調整往這邊 你看 它會改變 它起來火的一個位置 就是這個間隙跟這個間隙 它會改變它的位置 那 表示什麼呢 我們如果都都不管它架起來 就是這樣 架起來 就是把它放起來 就是這樣 讓它火跑一邊 這邊的火比較大 這邊的火比較小 那 變成也是 會燃燒比較不完全 或不平均 那我們呢 在 弄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 稍微的調整 調整 讓它呢 能夠火苗 在 正 這個 中間的一個範圍 讓它火更漂亮 你看 這樣子的火 就比較沒有什麼 紅火 我如果 這樣 把它用到一邊 你看這個紅火 紅火 就是燃燒 油氣太多了 空氣太少 那變成說 你的 鍋子底會黑黑 那我們就把它調整 比較正中間一點 讓它 整個爐體 位置比較正確 然後燒出來的火 就會比較漂亮 好 這個是 煤油爐的一個 結構的說明 那 也滿足 我們朋友的好奇 那我現在就 把這個 煤油爐 用到底 讓它自動的 一個 這個熄火 這樣比較沒有 臭油煙味道 好 那 各位朋友 這個就是 呃 煤油爐 這個 也是很早期的一個東西 那 就為各位介紹到這裡 好 再見 掰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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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